韓國瑜得到這麼高的支持 很快被罷免 為什麼就表示那風向在改變 要像以前這樣吹起的風 我看起來是越來越困難 看到習近平就嚇過 卑躬只有帶來辱罵 欺欺只有帶來欺辱 一國兩制 90%的人在反對 你朱立寧帶向國民黨走向10% 走向對中國欺欺 向中國求饒 我也可以跟朱立寧打個圖 如果輸的話 你要不要辭掉黨主席 我是老黃 一個從事民調20多年的媒體工作者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民調數字中打滾 但數字有時很真實 有時也藏著虛假 隨著國民黨主席改選落幕 2022選戰號角也正式吹響 朱立倫首發豪語 誓言明年要奪回桃園 面對國民黨與韓粉的來勢洶洶 少了鄭文燦的民進黨 真能守住嗎 今天我來到桃園 要從在地人的口中一探真相 很高興我們今天來到桃園市的楊梅 我們很榮幸訪問到鄭委員 希望鄭寶欽委員告訴我們 當地的訊息 是在台北聽不到的 第一個問題要請教你 因為您知道這個朱立倫當選黨主席之後 他第一站的感恩大會 就選在桃園喔 那他前後也一直強調 他說如果他當選黨主席 他有2022在桃園市 他至少有六成的勝率 六成喔 那他另外也說了 如果國民黨拿下桃園市的話 那鄭文燦就掛掉一半 您覺得他這樣說 是他有把握嗎 還是只是說大話 我們知道夜行者喜歡吹口哨 那麼害怕的人就會嚎叫 這是一定的鐵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到底可不可以在桃園拿下 這個很清楚的要問問 桃園市的市民 我們知道鄭文燦這兩任的任內 對桃園建設很多 然後更重要的是 得到人民一致的贊同和支持 也不是他講說要拿下就拿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桃園以前向來都是南大於綠 所以南社的人認為在桃園 很容易就可以能夠打腎臟 但是鄭文燦累積下來的基礎 已經讓桃園慢慢的由南轉綠 那麼現在是綠小大於南 再加上我們都有做充分的準備 我長時間從在這裡出身 在這裡從政 一輩子都在這裡努力 我相信我們會得到人民最多的支持 我們會打贏這個腎臟 我也可以跟周立人打個讀 如果輸的話 你要不要辭掉黨主席 我印象裡面 上一次這個鄭文燦市長 他當選的得票率是53% 其實贏的算沒有很多 但是呢 在最新的這個市民的滿意度來看 他拿到八成以上的滿意 對 那我覺得他在桃園做了些什麼 他幫桃園改變些什麼 我想桃園就是從縣變成宴霞市 這個很大的轉變 那這個轉變裡面 就讓桃園市的行政權集中 更重要的是 有更多的預算來建設桃園 所以所有的大建設 我們都是不管是從中央去爭取 或者地方自己籌措 都讓金額大量的增加 預算大量的增加 大量的增加也造成建設往前走 我們可以看到 桃園的鐵路地下化 當初是我跟林淺 講說要地下化 林淺 那時候我講說鐵路要地下化 大家都說 鎮保清在搬家裡 再騙選票 但是我很堅定知道 一定要讓他騙成地下化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綠色捷運 桃園第一個自己蓋捷運的 第一個 第一條捷運 叫做綠色捷運 那叫綠色捷運 也是我們經過跟林淺 跟交通部再三的協商 當初其實都用設計好 但是放在國華會 放四年七個月都沒有動 表示政府效率不好 我特別去拜託 那時候的行政院長張善鎮 我說哪裡有道理放四年七個月 後來張善鎮答應幫桃園的忙 47天把公文批下來 四年七個月的公文沒有動 47天完成 當然除了這些以外 鄭文燦很大力來建設桃園 不管是在交通的建設 在人文的建設 在文化的推廣 在體育的提升 都有一定的績效 所以為什麼會得到 這麼多顯民的支持 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們看鄭市長 他其實滿意度很高 但是在之前呢 在他就任之前 比如說朱立倫時代 吳志陽時代 桃園市民 對這個市長的滿意度是怎樣 那個時候啊 因為桃園長時間就是難大於綠 所以那個人民很多厭言啊 都划不出來 那發現到 鄭文燦改 做了市長以後 做了大幅的改變 大家也才發現到 都市的改變不是不可能的 是你有心無心而已 那我記得齁 其實委員 2005的時候 曾經跟朱立倫 他競選過 那時候是桃園縣縣長 對 那在您眼中 朱立倫是怎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我想這個朱立倫當然社會自有公道 比如說 他做了一個很大的改革 就是學校不可以自己發包 全部都由縣政府發包 結果這個發包裡面有543件 是跟這個底標完全相符 甚至完全一樣 大概達到97% 99%甚至100% 有500多件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想一下 那時候只要一開標 大家講 哇 又是U0標 怎麼跟底標這麼一樣 所以那時候變成一個很大的笑話 那時候朱立倫也被彈劾 彈了什麼 就是盜財殺死 是 盜財殺死非常嚴重 我們知道 不是只有在一般的河流盜財 甚至於在我們的水源地 在我們的板心水場的上游都被盜財 我想這個人民慢慢在看 人民也慢慢知道 一個好的政治人物 不是用嘴巴說的 是你真的為人民做了哪些福利工作 現在朱立倫他剛當選黨主席 那也發下好語 說要讓民進黨開始擔心 那您覺得朱立倫帶領的國民黨 真的能夠有新的作為 能夠脫胎換骨嗎 委員您的看法 他的當前真的讓民進黨非常非常的擔心 我們發現到台灣已經沒有忠誠的反對黨 台灣已經沒有真正在台灣本土的反對黨 忠誠的反對黨 忠誠的反對黨 沒有了嘛 你可以看到他講的跟做的 我們好好來思索一下 他險前說他要做正男 就是要做深男 我請問大家 深男在台灣占不到15% 同時生力也只有15% 你是不是只要15%其他通通不要 選前說他堅持要走兩蔣路線 兩蔣路線是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一定是親媒嘛 一定是反共抗惡嘛 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 他當選了以後 習近平隨便給他 叫他統一 他不是不但不反對 而且還怎麼樣 罵台灣的執政黨給中國看 說民進黨逢中必反 現在國民黨朱立倫帶領之下是什麼 逢中必軟 就是看到中國就跪下來 戰鬥欄 看到中國 習近平 那叫什麼 叫做 不是叫做戰鬥欄 是叫做投降欄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 他所有的作為 我們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 就是習洪班 習近平走向紅桶的一個班 所以我們要給朱立倫一個轟號 叫做習洪班 看到習近平就嚇過 卑躬只有帶來辱罵 欺欺只有帶來欺辱 台灣需要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而不是永遠反對台灣的黨 如果朱立倫還在舔共 我告訴你 沒有市場 在嫌疾之前 你再強調九歐共識 台灣有80%以上的人 都反對九歐共識 有90%的人反對 所謂的一中同表 一中各表 或者一中同表裡面的 這個一國兩制 這個一國兩制 90%的人在反對 你朱立倫帶向國民黨走向10% 走向對中國欺稀 向中國求饒 一直罵民進黨 為什麼造成兩岸緊張 我請問大家 是台灣的經濟飛躍中線嗎 台灣的戰船去侵略中國嗎 都不是嘛 都是中國做的由來嘛 你看違反WTO的規定 說不買你的鳳梨 不買你的鳳梨就不買 說不買釋迦不買就不買 你的蓮霧不買就不買 講了五四三 就騎乎台灣人嘛 你都沒有去講半句話 回過台來罵台灣的政府 給中國有侵略台灣的理由 給中國有侵略台灣的藉口 所以你看挑釁是你們 是朱立倫講的 這個有道理嗎 所以我們就擔心 台灣民進黨真的很擔心 台灣沒有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台灣沒有一個政治 照顧人民的反對黨 我們最擔心的 這也是台灣未來 感到憂心的地方 委員因為你要選 投票市長嘛 但是要先經過初選 但是因為呢 桃園市實在是兵家必爭 兩黨都輸不起喔 國民黨也輸不起 民進黨更是輸不起 那有人說因為輸不起嘛 那乾脆我們徵召 高還是空降比較強的 來這個地方選 對 您看法是怎樣 桃園是一個都市化 現代化跟傳統都市的結合 所以他必須要 為什麼很多人都講說 不管兩個黨是怎樣 要深耕地方 深耕地方就是說 你要對地方有了解 空降的人他不容易了解 況且前台灣有人要到桃園來參選 我們都歡迎 但是問題是民黨有一定的制度 你要經過初選 你只要初選過了民調贏的人 當然他是取得代表權 民進黨很清楚 是一個民主政黨 他長時間以來 對提名人選 都有一定的制度 所以我相信 在這種制度底下 我們有信心 也有力量往前走 所以您覺得 這個如果真的是有空降的 還是得要參加初選的機制 大概空降現在看起來已經沒有機會了 你覺得沒有機會 現在就很清楚就初選 你空降人他怎麼會贏地方 委員您正式有注意到 國民黨的主席選舉 其實有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韓流 韓粉 韓國瑜的粉絲 好像在這個黨主席裡面 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那以桃園來說 你會不會擔心同樣的事情 就是說韓國瑜他的影響力在這邊 到底如何 會不會對整個的桃園市長的選情 會有影響 重大的影響力 您的看法是怎樣 這個閩南話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說一時風就一時尊 就是說風吹到尊嚇到 但是我們知道 韓國瑜得到這麼高的支持 很快也被罷免啊 為什麼 就表示他風向在改變 所以尤其桃園啊 他很特別 我們剛剛提到講 他是一個兩個傳統跟現代都市結合的地方 所以你對對方一定要了解 要像以前這樣吹起的風 我看起來是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 因為現在百姓 想說我以前怎麼說 所以不知道要去罷免 就是這樣說不知道要去罷免 因為我很聰明就不用罷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風也有可能 但是機會沒有這麼大 所以實在說這次的選舉 我對自己充分信心 委員 你為什麼要出來選 你的理念是什麼 很簡單啊 我在這個地方出席 這個地方大 政府也都在這個地方 我不要跳去北區算過 不要去北區 不要去北區 不要去北區的地方算過 所以為什麼都在這裡 就是說我真 疼痛這個土地 我也要給這個土地的人民 過好的一支 所以 這次要參選市長 當然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思維 就是什麼 我們講十年磨一件 我是三十年磨一念 磨一個善念 什麼善念 就是以民為念 把人民的利益排在第一位 所以我如果有機會做市長 我在鄭文燦建設的基礎之上 繼續往前走 更重要的是什麼 創造更多的福祉給台灣市民 我們大家看得到 現在大家看到 前台灣都很多看板 都是一有而津貞 神隊友啟動 那個啟動人是誰 就是我嘛 所以今年有三千五百塊 一個月 明年開始 一個小孩子有五千塊一個月 就是說 我們的小孩子的 奶粉錢跟尿布錢 通通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 現在年輕人變成三名字 上面有父母 下面要照顧小孩 先把小孩子解決了 再來長輩的部分 當然政府有責任 我們這樣照顧這些長輩 我說林淺叫我問我鐵路地銷 都六百億哪裡來 我找給他的 我可以找六百億給林淺 為什麼我不能夠找六億 給我們的長輩來用 六億在市政府一千四百億裡面 不是叫做九牛一毛 是九百頭牛一隻毛 一根毛 對不對 這為什麼做不到 來 現在年輕人買房子很困難 我只有跟大家報告 只要當市長 年輕人買房子的自備款 我們會成立一個基金來幫忙他 錢哪裡來 不要任何的擠债 只要用融機去換住宅 而且我修法通過了 在住宅法的第九條裡面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呼籲大家 呼籲我們的年輕人 趕快搬到台灣來 我們會做成前台灣第一個領頭羊 我講會扶 都會扶 您看到我們台湾啊 本來是海水抽 海水來做煙巴 水丟掉 我拿回來賣 我命名叫做鹼性離子水 瓶子四角型瓶子 我是台灣第一個製造 我第一個設計 設計完了 現在前台灣都在防我的 統一蘇跑夜市全家一堆 都在防我的鹼性水 這個鹼性水 我一年可以賣八千萬瓶 所以台灣的員工平均16個月 所以我走的時候 16個年終獎金 結果員工都哭了 我走的時候哭 問說為什麼要哭 他說財生也走了 所以我剛剛提到 政治從政 一個好的政治家 他就必須要創造福利給人民 讓人民過好日子 委員我也很少來討論 那有沒有像這樣子特別的地方 或者讓你印象深刻 我覺得在你的成長過程很重要的地方 對 可以帶我去看看 好我帶你來看看 你們大家來這裡 這個起名公 你們會感受得到 很寧靜 而且你看 這個所有給你坐在這裡 心靈就開始沉澱 都不是外面 稀稀朗朗可以感受得到 這裡真的很安靜 對對對 所以我們來其他 我們走很多地方 走走走 剛剛看了古色古香的這個廟裡 真漂亮 對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個百年的老店 百年 對這個在我們這個揚梅地區 可以講非常有名 真的有百年 對對對 都是這個客家菜非常好吃 客家菜 對對對 好 委員今天很謝謝您 您帶我吃了百年老店 是 然後參訪了揚梅的三個信仰中心 是 那最後我要請教您最後一個問題 是 如果您當選了 您第一個想要為桃園市民推動的政策 會是什麼 首先要說謝謝你來到我的本基地 非常謝謝你 謝謝 那我想只要有機會當市長 我要撤皮解決年輕人 夾心餅乾的問題 什麼叫夾心餅乾 我們知道現在年輕人 上面要養父母 下面要扶養小孩 要中間 要能夠成家立業 那這年輕人都相當的辛苦 所以有關係 我們希望能夠 對於老年人部分 我們的敬老金貸要增加 對於年輕人 小孩子的部分 解決國安危機 那麼我提案的這個 養兒津貸能夠徹底執行 而且甚至以後未來更加碼 那年輕人成家立業的部分 希望未來年輕人在桃園買房子 自備款的部分 政府用容積換住宅 政府不要增加任何國家的預算 不要增加負債 就可以讓年輕人買得起房子 然後把租房子的錢拿去繳貸款 讓我讓他在桃園第一步 站穩成家立業的腳步 非常高興 謝謝委員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的